在台湾吃活鱼料理除了到石门水库 台北市区也能尝到一鱼多吃的美味 像是近南路上这家小馆子 二代老板传承重庆老爸的烧鱼功夫 鱼肉和豆腐用大铁盘装上桌 芝色红亮咸香微辣 秋冬时节还有满满鱼卵 买了60年的招牌豆瓣鱼 至今人气不坠 台北市济南路装潢朴实的小馆子 用餐氛围仍然保有昔日的眷村云 豆瓣鱼 辣度有帮你调整 新鲜活鱼料理方式选择丰富 60年来最受欢迎的始终是这一位 它虽然是有多吃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吃豆瓣 味道很单纯 不会有土味 我们就是跳这个时候 秋天的时候鱼软很多 现在外面这样子的味道的 真的很少 小时候就是父母亲就有带来 这边吃过 所以很早以前就开始吃到这家店 其实味道没怎么变 所以才会一直再来 鱼肉和豆腐用大铁盘装上桌 芝色红亮 鲜咸微辣略带酸甜 一筷子下去 雪白鱼肉环绕豆瓣酱汁 和辣椒碎末香辣过瘾 超过50年 这个是他们一开始就是 就是这一道 后来才越来 1鱼 5脂 6吃 10块 然后这样沾一盆 än他会这样蘸没事 这样吃 它的皮炸得很脆 从青春少年吃到满头白发 不少熟客们已经把小馆子 当自家厨房 吃豆瓣鱼都有自己的偏爱吃法 就算不敢吃辣的老饕 也抵挡不了豆瓣酱香 对 我不敢吃辣 但是太好吃了 所以我就会把它夹开 放在清汤里面洗一下 所以这个清汤 待会儿也可以再煮一碗豆瓣鱼 我以为说它要再煮一碗 我这样差不多 差不多要两三碗的清汤才够 这是我们在这边50年最享受的 我们都是鲤鱼 因为鲤鱼的时候 在秋冬的时候会有鱼籽跟鱼板 就是看到时候是有公的有母的 就看客人喜好 尽量可以把它调到 他想要的公的或母的 最小的大概都是三斤左右 一直到十几斤都有 不同于石门水库 鲤鱼料理大多用的是草鱼 老板红楼杰选择的是 饮汁丰富的鲤鱼 经过长时间炖煮 肉质依旧不干不采 淡水鱼本来就担心 本身会有土味的问题 所以后来才会跟宜蘭 跟三峡的 想说用器做的方式 可以另外做养殖 在养殖的部分把它做精进 那让很多不敢吃这种鱼的人 可以去接受 试试看这样的鱼种 因为豆瓣酱 原本就是发酵的东西 它是酸的 那我们主要是把豆瓣酱酥过 主要是为了让它把它酸味炒掉 然后豆瓣的酱香才会出来 台湾的豆瓣酱 大概都是三个月左右的豆瓣酱 那它的颜色会比较鲜红 嘉宾酒酿让新鲜豆瓣酱 酸气更柔和 陈冯杰的烧鱼功夫 传承自父亲 从小住眷村长大的他 美食记忆 全来自老爸和熟组伯伯们 聚会时的餐桌菜色 家里做的东西不一样 有的人做 它的粉蒸肉做得很好 或者它的茄子烧得很好 或者是各方面不一样 每个人就做自己拿手的菜 豆瓣鱼其实是一个 四川很家常的料理 就是每个人家里都会做 那可能它是随时就是 今天想吃豆瓣鱼 就自己家里就会煮 对于爸爸来讲 这个只是就是一个 吃香的一种方式 当年一群来自重庆的同乡老友 烤料理解消愁 近身年来全是一道道功夫菜 一群人合伙开启馆子 招牌豆瓣鱼生意如鱼得水 在台北市一度带起 活鱼多吃的风潮 一开始要吃活鱼就要到桃园 我们算是第一间 把活鱼带进在台北市里面 你可以现挑 然后现抓 然后现煮的这种模式 那时候对全盛时期的这整条 进来人家叫做活鱼街 台湾各地传统眷村餐馆 历经时光流转 大多逐渐没落 洪荣杰生怕老味道失传 回家接受父亲店面 他努力维持豆瓣鱼的口味 也想办法拉拢 因客人上门 那因为就算内陆 不可能会有小卷这样的东西 那小卷又太偏向于台菜的东西 那我就想说怎么样的把小卷 做得像四川料理 那所以在小卷的 里面的配的姜吃啊 就是用嫩姜 然后去让可以 让年轻人觉得这个吃起来 像薯条的感觉 但是然后我们的盐 用卷用我们自己炒的花椒盐 然后所以它吃起来 会有淡淡的花椒味 他利用台湾丰富的海产 融合川菜新香料 菜单不受拘束 时常出现自创料理 像是这道重新组装的臭豆腐 也是新创意 我们的清蒸臭豆腐 发想是来自于像 我们外省人在吃平安豆腐的时候 是把它搅碎 所以我就想说 把臭豆腐把它搅碎 把调味料都抓进去 跟加绞肉下去清蒸 豆腐和绞肉凑在一起 清蒸过后 肉汁豆腐巧妙融合 铺上一层辣椒粉 热油淋下 嚼气扑鼻 为了寻找研发菜色的灵感 洪荣杰也几度回到大陆 实际考察 后来亲戚在湖北 然后重新也有回去 都去吃吃看他们现在的东西 跟料理的方式 只要煮出来客人 老客人有给你很好的回复的时候 其实他们称赞你的时候 其实就是已经很大的成就感 至少你没有让这样东西 味道跑掉太多 无时的家常川味 来到台湾餐桌 依旧让老客人念念不忘 餐饮二代 手艺心就融合 重新诠释了家的味道